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其实只是中国大陆迟来了五年的政策 那么过去迟来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发生了金融海啸欧债危机 那中国大陆必须要压低人民币 因为它如果让这么多的外资进来的话 它可能会导致人民币被迫大幅的升值 同时它也担心过度的热钱涌进来 当时美国的QE2正是使得全水出现通膨的状况 目前虽然美国还在进行它的QE3 或者是大家所称的QE4的扩大扭转操作 可是它的效果跟过去已经很不相同 那么大陆在这个时刻正式的开放整个外资对于A股的投资 那么刚才我们听到了中国证监会的主席郭树青的谈话 它将扩大到十倍左右 也就是将占未来A股的15%到16% 来看一下这个礼拜的上证指数 一口气上涨了3.30% 已经来到了2317.07点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 大陆现在其实很大的一项隐忧就是移民 这个移民分成两种 第一个是很多人希望出国去打工 这还不打劲 另外一个是很多国家像加拿大跟美国 最近西班牙也跟进了 法国也跟进了 你虽然不可以拥有我的国家的国籍 但是你可以拥有居留证 而加拿大更是可以拥有当地的国籍 澳洲也是有投资移民 过去纽西兰也是如此 但是对大陆人来讲 现在到纽西兰已经是落伍的事情 他们大多数的人是到加拿大或者到美国去 到美国去的每个国籍呢 目前为止看到的数字其实是相当可怕的 比如说2011年10月到2012年9月 这一整年之内呢 美国总共发放了7641个投资移民的签证 其中有6124个人是中国人 中国的中产阶级包括中国富豪 大举的移民到美国 尤其是加拿大已经成了这个国家资本输出 人才出走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 为什么出走 为什么会资本输出 我们待会告诉大家 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大陆最近 第一个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 第二个当然是有部分是贪官 有部分贪官 他希望就是赶快把他的家人 通通都送出去 这是属于落关的现象 那能够贪到了 也很怕最近的整肃呢 赶快就跑掉了 但是这在移民人数里头 可能占的不是最大的比例 主要是大陆有很多赚到钱的人 他们认为留在这个社会贫富差距这么严重 而这个社会呢 在微博上头的仇富心态这么恐怖 所以对他们来讲 历经文革的人赶快走一步 才能够保住自己的安全 来看一看关于大陆移民的相关历史 重满地瓜的农地旁 矗立着一床床西市别墅洋房 看似突兀的组合 却已经成为福建省常乐市泽里村的特色 现在大部分都出国了 现在就生下小孩子了 女人了 老人家了 一共三百多 外籍的差不多有六十多个 因为他们这边华侨比较多 这个地主闽江入海口的小县旗市 曾是正和七下西洋的开洋企磨之地 总人口只有六十七万 却有五十万的华侨遍布海内外 其中又以美国最多 而泽里村就是常乐市最著名的华侨村 我们华侨一多 他回来的时候就会介绍 介绍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 最早的电视才是也都是 多数是华侨带回来 看到就是外面的科技 和外面发展比我们快度 如今村中除了老人 跟幼稚园里被父母送回国的 美国籍洋娃娃之外 多数年轻人全都飘洋过海 逃进去了 而这股风潮还得从三十年前 大陆改革开放初期开始说起 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一天要做十三个四五个小时 三十到四五个小时 我一个礼拜要做到八十二个小时 要一个月赚了一两千拿回来 算成人民币就不得了了 但是一比八 是不是 后来第二年我弟弟也去美国 现在我们公司有三四十部大大货车的 在送 迅速致富的梦想 让一个又一个常乐人 或者偷渡 或者跳击 前仆后继的向美国前进 有人在还没抵达梦想终点 就因为意外而丧生 但确实也有不少人成了美国梦的受益者 他们一锦还乡后 集资一千三百多万人民币 在村里盖了这栋宏伟有如白宫的文化中心 这座台湾人口中所谓的文子馆 却是最能表彰常乐人 出外打拼的战果 你想我们的农民到深圳去打工 到北京来打工 他要获得北京福高 深圳福高 永远不可能 但是他偷偷到美国去 他就有可能就获得这个绿卡 甚至获得美国国籍 八点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两拨客人 正常开始面试 别太紧张 没问题 如果说贫穷的常乐人 是为了翻身致富 不得不走出去 那么对这些来自北京的移民家庭而言 财富给予的是机票跟门票 我们就是盐打工 盐龙公 跑到人家里面去生活了 我们这次所来的这几十个家庭 几乎百分之八十都是大学本科 还有将近百分之五十的人 都是硕士以上 有百分之五十是高管 有另外的百分之五十是民营企业家 根据2011年公布的华侨华人研究报告指出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更是全球投资移民的主力 这股风潮在金融危机之后达到了最高点 2010年共有2020名中国人 透过投资移民的方式成为加拿大人 占加拿大当年投资移民的六成二 而美国在2011年10月到2012年9月之间 一共发放了7641个投资移民签证 其中有6124个是中国人 这样的数字令人心惊 更带来了许多问号 国内就是你就算是再有钱 你也会受到很多那个方面的制约 也可能碰上有人欺负的事 你也没办法 但是在加拿大 很多人的感觉没有这种感觉 法就是法 不管谁触犯这个法 他该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 至少在很多已经移民或者准备移民的富人来看 中国还不是个真正的法治国家 他们越成功 他们越不安全 所以这点我觉得是应该是刺激推动 中国的成功人士 就是富人的这个移民潮 恐怕是一个最本质的原因 时光的儿子2000年到澳洲留学 之后就在那工作成家 还成为澳洲国民 他是中国精英出走的一个缩影 由于中国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 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数据显示 过去33年间 各类出国留学生有将近225万人 但学成规国的却只有81.84万人 仅占总数的36.45% 社会里最有创意能力的一些精英 离开中国 从心理上 至少是他们投了一个不信任票 把我们国家变成一个民主法治的 公平正义的这样一个法治国家 和谐社会 你不要说这些人不走 全世界的人没准还过来呢 从早期的劳工移民 70年代的留学移民 90年代的技术移民 到现在的投资移民 中国人远离家园的理由 也随着大时代的轮轴转变 无论离开故乡之后 是贫穷与富贵 成功或失败 过去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 可能生活之门只有一扇 现在的这个社会 给这些人提供的生活之门 可能有很多扇 推开哪一个门 可能都是一道风景 移民者共同追求的 不就是生命中那道最美的风景吗 出口事 出口事